主料,面粉400克,牛奶150克,南瓜泥100克,辅量,酵母4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-2小时,准备材料南瓜泥和面粉,这里牛奶忘记拍进去了,酵母用温水融化后加入到面粉中,揉成光滑的面团,用保鲜袋包着进制一会后,再次揉成光滑的面团, 放温暖出发较至1.5到2倍大,就算有点变形了,是因为发好后准备揉了,想起没拍照,又补了一张,再次揉光滑后拍器,分成小剂子,把小剂子用擀面杖改成0.3左右的布片,再切成1.5到2厘米左右的长条,切长条的布周照片不小心删了,在上面撒些面粉,把这些条叠起来, 从一端卷起,同样的方法做两个,外面用刀疤小圈的一半接个口,把两个小卷扣在一起,也可以在交界处先沾点水,把两个小卷用筷子在交界处加紧,小心的把小卷打开,整理成菊花的样子,以次做好所有的菊花,放温水锅上面再发酵20分钟,大火蒸15分钟关火后过3分钟左右取出, 成品,烹饭技巧,我做馒头习惯用牛奶发面,牛奶香味,也可以用水发面,交界处一定要加紧,免得发酵后松开了不好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